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就是出声不露脸的老汤 巴赫姆特遇血战持续胶着 瓦格纳集团佣兵在交战区周围的高地上巡逻 只看到一辆被摧毁的轿车 旁边遗留下疑似是流炮的弹壳 和三个空的机枪弹箱 作为俄罗斯攻击巴赫姆特的主力部队 瓦格纳集团的战力确实有别于以往的俄军 驻防前线的乌克兰指挥官也说 瓦格纳佣兵像是不怕死的战斗机器一样 不断向防线推进 所以他们干脆灵活调整作战方针 来个将计就计 把这群入侵者打个落花流水 他们后来看待会在逛中的情况下 他们会再次伤出 但我们也要求他们最大的胃口 为他们计划比较值得更好 保持细划 保持平底 我们都在一切 不过我们都在一切 也会有这样的事 不过不过不过 但在说实际上保持平底 安惠 乌军在巴赫姆特部署了曾经参加过重要战役的多支精锐部队 就是要保住这座代表乌克兰精神的城市 但是面对杀红眼的瓦格纳集团 束手前线的部队确实承受很大的攻防压力 尤其在这场围城战中 除了担任主攻力量的瓦格纳集团之外 俄军也投入了炮兵和空军的战斗支援部队 像交战区一顿狂轰烂炸 就连住宅区也难逃一劫 你射撕就远来,射撕就远,射撕 那有吗,看到了有着银子吗 这就是线,就开始银子,就继续了 人家组织了,就继续了 在南洋迹中西方的重力 最终的军事部队领备的战争 区的军事部队部队ー 监 dread wagner продолжали Critical 쿼 vị квартал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части артёмовска і вytоснению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западном окраином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у на флангах действия штурмовых отрядов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оздушно-десантных войск вертолёти, самолёти, миномети і все працює по нас я сподіваюся, що все воно закінчиться колись і ми підемо в наступ, але поки ж дійсно тяжко попадання 乌克兰狙击手也坦诚 目前在巴赫姆特的战况确实陷入不利 但是为了贯彻寸土不失的命令 他也会利用时间和战友训练射击 继续提升狙击手的本职学能 毕竟他们的对手是一支手段凶残 剑前掩开的拥兵组织 根据美国及欧洲专门研究提供私人军事服务的调查资料指出 瓦格纳集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13年 在叙利亚执行战斗任务的拥兵组织斯拉夫军团谈起 这支拥兵部队被击溃后 由一位退役的俄国特战中校尤特金重新组织 并且在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军联手 据称就在当时 普里格金已经正式成为瓦格纳的十指顶岛人 出生于1961年的普里格金 年轻时曾经因为抢劫和诈骗入狱9年 喜满获释后则在圣彼得堡开设高级餐厅 并且在1990年代中期认识了普清 建立起非常好的关系 同时为学校和部队提供餐饮服务 甚至被外界称为是普清御厨 从餐饮业者跨界成为佣兵集团首脑 跨度之大令人好奇 不过普里格金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 声称一个叫做瓦格纳战术小组的爱国者集团 在2014年5月1日诞生 承认他就是瓦格纳的联合创建者之一 那为什么瓦格纳佣兵的战地如此飘悍 调查报告中也发现 除了原始创办人之一的尤特金 因为长期在特种部队服役 为瓦格纳集团打造了严格又残忍的纪律规定之外 再来就是出手很大方 接受招募的成员 如果是退伍军人或是非北约级乌克兰国籍人士的话 每个月可以拿到4000美元的薪资 大约是台币12万元左右 如果是服刑中的受刑人 也有2400美元 约合7万3000台币 除了信奉之外 成员还有参战的勤务绩效 从最低的2400美元到11200美元不等 而且全数是以现金发放 但是对受刑人来说 最大的诱因并不是高薪 而是自由 根据瓦格纳集团的规定 如果受刑人在参战期间 能够存活6个月的话 就会获得赦免 瓦格纳就是用这种一手拿食物 一手抓棍子的方式管理集团成员 在威逼利诱下 替出钱的雇主卖命效力 但是在被称为角右战场的巴赫米特围城战中 瓦格纳集团为了夺下这座城市 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这就是个森林的森林 这就是森林的森林 在中间有很多问题和谈论 这就是森林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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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没有问题 我们将森林的森林 是森林的森林 和森林的森林 是森林的森林 是森林的森林 森林的森林 为了补充巨大的损失 瓦格纳集团在莫斯科一床大楼外墙 刊登招募广告 内容是说 欢迎加入瓦格纳胜利团队 广告有没有用 看看集团总部大楼的情况 就知道会台前排了好多人 其中还有一个拄着拐杖的男子 欧美专家分析 打着爱国主义口号的瓦格纳集团 的确吸引许多立场相似的支持者 即便俄国宪法规定 国内不允许经营私人的军事服务企业 但是瓦格纳可以公然在俄罗斯招募成员 显见集团背后与政府高层 有着异常紧密的关联 进而提供俄国另一种武装力量 作为军事援助或是入侵他国的选择 巴赫姆特战役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征 因为早在去年俄罗斯已经承认 盾内刺客是一个拥有自主权利的国家 俄军只是应盾内刺客的请求 派出军队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因此巴赫姆特作为盾内刺客的一座城市 内部的冲突自然要交给盾内刺客 和乌克兰自行解决 如果西方和乌克兰要追究 俄罗斯就可以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 毕竟交战的三方是乌克兰 盾内刺客和瓦格纳根本和俄罗斯无关 那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巴赫姆特战役 会打了这么长时间依旧呈现焦灼状态 因为在这盘棋局中 普钦早就打好了算盘 瓦格纳集团是雇佣兵 他们只拼命于雇主 至于这笔经费由谁出 并不是他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毕竟这是一次战争交易 瓦格纳只要出人完成老板的要求 便是达成使命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